大家好 歡迎收看沖港台 今天所說的題目是 泰國人我挺 我行我素 不理世俗眼光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話說早一兩天 見到一個現象 覺得真是佩服我們的勇氣 這個佩服的勇氣是來自真心的 不是嘲笑 話說早幾天 就是泰國九世王的生技 在Icon Sea 外面的廣場 你知道多大 就是那個瀑布位 搞了一個跳舞大會 邀請一些市民參與跳舞 當然現場播的歌不是草蠻的失戀 而是一些懷舊的泰文歌 或者一些有意義的歌曲 現場也見到很多老夫老妻 老人家或者老朋友 一起參與 衣著打扮都適心去打扮 當然在香港的觀眾眼光 可能是大媽跳舞 但在我的眼中 我覺得他們有這樣的年紀 他們又不理射著眼光 不理大家會覺得 為何好像肥了一些 或者年紀這麼大 你還出來跳 或者一些衣服 好像登台 他們不理這些 所以只要享受投入在他們的氣氛之中 那天其實真的很開心 下午四點多鐘 一直跳跳到晚上 晚上你知道 外面有一個噴水池 有些表演 還要在音樂噴水池之下 做背景 一齊文歌起舞 那一刻我看到有些感動 我覺得如果我有新思念 有這樣的年紀 有這樣的步伐 有這樣的舞姿 在這裏表演的話 我覺得都畢生難忘 但很可惜我一個舞林敗類 我跳舞是完全不行的 絕對不可能可以跳到這樣的舞步 都很欣賞這班老人家 我拍了影片 本來都想放上來 但都怕網民可能會說 大媽跳舞 可能有些不太好的意見 當然言論自由 大家是可以隨便發表你的意見 但有時突然之間 一件好事變壞事 一件笑話 就變成了 等於前幾天 HAPPY PORROR那條片 我都說我很多謝大家 這麼包容 作為一個嘉賓 我拍了HAPPY PORROR那條片 都一段日子 都不敢放出來 原因就是怕大家 會有些負面的批評 人什麼 然後說 什麼 那樣 罵罵罵罵 整件好事變壞事 明明是一件 很感人的奮鬥故事 在一個失敗之中求全的故事 突然之間 就變成被人嘲笑 被人難過 都不知如何收貨 但恨好大家 疼我之餘 都疼我的嘉賓 好 說回頭 就說 我跟我說 這個不理細續眼光 I HAPPY PORROR也是 I HAPPY PORROR也是 絕對是 我跟我說 小時候 都已經有很多人 看不起他 嘲笑他 但他覺得 我又沒有傷害人 我又沒有做些事得罪你 我喜歡這樣 那就是給我機會 最重要是 爸爸媽媽 家人包容 不理他 支持他 那我就繼續 長大了 都是這樣的模樣 我生活在自己 一個不理人 不理細續眼光的世界之中 他的世界 真是HAPPY的 真是開心的 看他牛高馬大 嘩 真是高大過我 如果一拳打過來 我撞到牆 再飛彈 跌到地 但問題 他原來很斯文 很有禮 難怪 這麼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喜歡他 甚至乎 他除了在馬來西亞拍賀碎片之外 還拍過MV 那方面很多人看 是很紅的 紅了的原因 原來就是 不理細續眼光 就是 火車夜市的老闆 經常去埋完房間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減肥 已經瘦了很多 跟以前不同了 他那個模樣 和他那群的靈 整群人都是這樣 我說不出 是不是屬於 七八十年代 美國匪幫 還是什麼 我說不出那個打扮 那個條例 他是喜歡 像牛仔襯衣 牛仔褲 布鞋 留了鬍子 跟著有條頸巾 全部是同一個款 離遠就知道 一定是同一班人 他去哪裡都是這樣打扮 我心想 咦 你沒有錢買衣 沒有錢買鞋 都布鞋 差不多都是這樣 會不會臭呢 但其實他可能 他的衣著打扮 他喜歡整個季 都是這樣的 鞋子 而且他怎麼會沒有錢 已經是千萬大富翁 已經是 反過來 又或者你有沒有見過 在磁磁磁 那時候 有班的 牛仔發燒友 喜歡扮射牛仔 穿射牛仔 去玩西部音樂 有沒有印象 他們不是因為工作 需要Cosplay 而是真正正 喜歡扮牛仔 他平時出街 都是做個打扮 這些真的 沒得說 我行我素 我喜歡怎樣 甚至乎 有一些泰國人 喜歡紋身 除了是佛印紋身之外 還有其他紋身 問到整身都是 理得我 我喜歡就可以 等於幫我剪頭髮的 那個師父仔 他整身都是紋身 還有他喜歡紋什麼 紋 剪頭髮的工具 非法椅 總之我做的行 我將那些東西紋上身 理得我 或者我喜歡 又或者我試過一次 見過一個廚師 他做龍蝦 他可能是很喜歡 做龍蝦 和龍蝦有仇 他紋身 身上有龍蝦 他一輩子煮不了行 煮牛肉 就不行了 難道又煮了一隻牛 因為做龍蝦 龍蝦 我見過很多人 他真的 我行我素 我喜歡什麼 就聞什麼 話知世俗眼光 甚至乎 有些泰國人 他真的很沉迷那些符咒 整身 整腳 甚至乎 有朋友給我看 連下面那裡 都聞了一些符咒 我真的 跟你一起去交歡的朋友 就害怕了 會不會有些東西 有些靈體走到我身上 可以坐去 好 那一會兒 甚至乎有些人 聞到整面 整頭都是 他不是一些師父 但是不知道他忠情這件事 把所有的東西都聞上去 嘩 都有趣 甚至乎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真的厲害 他的背部是花了 不要說花了 是漂亮 像一幅圖畫一樣 他是有城市規劃 我講過 之前我也講過 他是有城市規劃 他今年都是三十歲 他告訴我 十幾歲已經聞 十幾歲已經聞 你不怕痛 他就是不怕痛 他背部整幅的經文 中間開始 是做得很漂亮 很有組織 很漂亮 但是反過來 我的攝影助手 他就沒有城市規劃 喜歡聞一幅 背部有很多經文 但是很難看 是完全喜歡就聞 喜歡就聞 是沒有組織 但是我另外的朋友 嘩 美得後面 整幅圖案 是美得不得了 我心想 你十幾歲已經開始聞 嘩 你真的不怕痛 但是你又不是師父 你又不是什麼 那為什麼要聞這麼多經文 我喜歡 我喜歡 可以 一句你喜歡就行了 真的不理世俗 因為香港 以前有些人覺得 我是一些社會 文和文鳳 但是現在這個世代 沒有意志過暢 喜歡聞就聞 但是 泰國來說 除了文和文鳳之外 也會聞一些經文 很多人聞到全身 全手都是 小弟後面也有個蝦條 也有一點 但是就不太漂亮 但是反過來 有些泰國人 你一看 嘩 真的漂亮得很厲害 整個藝術作品 但是 又是那一句 你又不是師父 你又不是想聞了之後 會有什麼法力 那你聞來做什麼 我喜歡 OK 一句喜歡就行了 我行我素 但當然有行我行我素 你做到整面整頭都是 那就怪異了少少 但是不要緊 不理世俗眼光 再不是 現在都還在流行 就是什麼 男人 像日本武士那些 泰文叫做 中文 我不知道怎麼說 現在流行了很久 但是最早年 剛剛流行的時候 我攝影都有這樣的東西 都很酷 整個武士 而且現在 在泰國還看到很多男士 是做過這樣的計 有些不是少少一個計 很簡單 是很長 是直接可以伏水化 是好看的 這些又是我行我素 我說知你 還有更加有些 看到的就是 嘩 好漂亮的女生 就是一個 遙望你 善影經過 風中散發 別樹一格 那些回頭一望是男人 是的 那塊獸法比女士更加漂亮 但是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流獸法 再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泰國都很多的同志 無論是男和男也好 女和女也好 大家拖手行街 都是很平常見到的事 這些也都衍生出的就是 我喜歡 你只有我 也是的 等於我以前去日本 即是去日本旅行 總會留意到 有很多日本的 上了年紀的阿伯 他都悉心打敗 都覺得 這個阿伯究竟 甚麼背景 甚麼來歷 是穿到很有型的 西裝骨挺 甚至乎 穿上一些很 很鑊的衣服 即是借老四 而且 認得不得了 日本的男士知整之餘 很多都很fessionable 而且越上年紀 你越會見到 有些是幾乳種不同 但當然 世界上各地都有好人 和壞人 窮人和有錢人 在日本 也有很多老人家 是佛人照顧都有的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但也見到 有不少人 真的都挺另類的 當我去到日本 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回到泰國 回頭一望 身邊有很多這些人 有很多都是這樣 而這些朋友 很多時候 將自己的別墅 一格 這些獨特的性格 就搞上生意 那方面 假設我原來 是喜歡某些玩具 我不但將此變成一個玩具人之餘 我還開店鋪 出來買這些玩具 吸引了一些同道中人 一個聚腳地 來喝東西 聊天 交頻結友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模式 不過當然 要有這個模式 背後當然要有些錢 否則我開店鋪 只是為興趣 沒有人光顧 那怎麼辦 每天交租 管理有錢就可以了 有錢就可以這樣做 泰國有很多有錢人 還有更有趣的就是這些事情 有時候物以類罪 我老公是這樣 老婆也是這樣 兒女也是這樣 好像我見過一家人 一家大小 都是Hello Kitty的粉絲 老婆說 我老公也是Hello Kitty的粉絲 而且兒子也要強迫他喜歡Hello Kitty 真的搞笑 整家出街 穿Hello Kitty的衣服 你管我喜歡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本事有那麼多的Hello Kitty 現在沒有 沒有就收聲 那就是 其實泰國人 表面上 佛教國家 可能很多東西都是很傳統 又或者人們覺得很古舊 老土 窮 但其實不是 很多人的思想都很開放 開放過你和我 所以這一庭的別樹一格 和一些我行我素的性格 其實多或少都影響到我現在的一些工作 行為 人生苦短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那我做的事 又沒有害人 又沒有傷天害地 亦都不養到你 那我喜歡這樣就這樣 是不是 我只差在今天未穿 門面超人的衣服出街 而已 節目臨完結之前 都儘管放回 那天在Icon視野門口 所拍的片段給大家看 畢竟那班的舞者 那班老人家 都是跳得很賣力的 跳得很好看的 我心想我這個舞臨敗類 如果我學到一成 跳得這麼好 都非常好 但很可惜 資質有限 以後來的片段是當日拍的 希望大家都以這個欣賞的心態去看 希望大家喜歡的就給點讚 然後就鼓勵一下大家 希望這班老人家 繼續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不好意思 又是因為版權關係 我就拿走了原本的歌和音樂 就放了我手新歌的配樂下去 希望大家明白 和一樣看得開心 大家嘗試以這個欣賞的角度 去捧一下地場 再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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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